台灣警方拘捕了兩個人 涉及銅鑼灣書店前店長林榮基被淋紅柚的案件 警方凌晨在高雄拘捕了兩個男人 懷疑分別負責林柚同接應 並正追緝另一個男人 懷疑負責把風 台灣傳媒報導 疑犯聲稱是因為不滿意 林榮基的籌款行為而犯案 否認屬於極端統派團體成員 警方正繼續調查案件 身處台北的林榮基 昨晚在一間咖啡店被淋紅柚 他認為事件可能與他在當地的書店計劃開幕有關